哈喽各位朋友早安午安晚安 这是我继续学习录制这个端影音的第二集 介绍我们家 那我们家在Richmond 或者我们可以称为Nielsen 在南岛的最北边 隔着这一个塔斯曼湾跟威林顿相望 所以呢 从我们尼尔森到威林顿呢 大概200多公里 坐个飞机其实半个多小时到了 那往南到基督城 大概是500多公里的距离 所以我们经常要吃好吃的 这个中华料理台湾美食 我们就得开车开个500多公里到基督城去 那今天这个丰和日历 那我们我就上山去除草来了 顺便看看羊有没有怎么样了 那这是我们家的后山 望出去的风景 那这整个下面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Richmond 李士满市的一个风景 那左边这一边的远远的山呢 叫做Able Tasman National Park 塔斯曼国家公园 前面的这一块是叫做Hope希望 希望的农业区 那在这个Hope这边有种植了各式各样的蔬果 现在夏天啊 夏末我们这个最近吃了很多西瓜 那夏天还有像是这个小花瓜啦 台湾很贵的节瓜啦 都在这个这个区域盛产 不过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节瓜收的比较少一点 我们这个今年跑回台湾去了 我们家也没种东西 对不然往年的话呢 夏天其实是有吃不完的节瓜的 那我们家的山后方呢 就是一个森林 一个人造林 这个人造林呢 上面种的是松树 所以每隔个一段时间吧 五年十年的呢 就会有整片的这个松树林呢 被这个砍砍伐公司给这个聚了 那就作为这个林业的使用 那之后他们还会在隔个几年之后 他会再种个小树苗上去 所以呢 其实纽西兰的林业是非常的发达的 经常可以看得到 种树跟砍树的整个 林业的一个商业行为 对那前面正前方这一片 是我家自己的这一个树林哦 三不五时呢 就会有一些松树倒下来 或者是安树 杠倒下来 那就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一个 烧柴或使用 那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家森林的另外一边 看过去的风景哦 远远的这一个突出来的一个半岛呢 我们叫他摩拉扣 对那摩拉扣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尼尔森机场 前面这一栋山顶上 200几十多无私交警官呢 是这个我的邻居啊 豪宅邻居哦 那隔着山后面呢就是尼尔森市 尼尔森市 对 这个豪宅邻居 他们家后面的这一个 山坡现在也是光秃秃的哦 这个现在是夏天是旱季 所以呢 牛羊都躲起来塞这个避暑去了 那整个尼尔森市大概有三四万人哦 那现在因为尼尔森整个大爆满哦 所以说呃 人口呢都涌到了我们Richmond这一边来 你们或许可以把它想象成台北市跟三重的一个关系吧 三重人都说自己是台北人吧 所以尼尔森 Richmond这一边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尼尔森人 甚至在邮递区号上面啊 其实有很多 呃 Richmond人写信都会写自己是Richmond Nelson 真的实际上 我们其实不是Nelson 不过Nobody Care 所以呢 这个是夏天的一个尼尔森市的一个风景哦 虽然说在南岛的北岸哦 但是夏天其实是非常热的哦 那会长出各式各样的这一些奇奇怪怪的野生的一个 呃 我们叫weed的哦 就是野草 那我们就要上山去砍草啊 或者是消灭它 不然的话可能过没几年就会长出一个小丛林来 到时候要在整地使用就很麻烦 这就是我的夏日日常不断的上山去除草砍草 对 那这也是大部分的这一个呃 Richmond人哦 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愿意 在买这种有花园 甚至是个农场哦 因为整理起来很麻烦 像我们的邻居啊 他去年的这一个这一块呢 就塌下来 所以现在在那做挡吐枪 那不过好处是呢 夏天有很多吃不完的水果 这我们家的水梨树 跟我们家的这个家族里都在最近成熟了 我刚刚又吃掉了一堆 好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拜拜